我爸死要面子 末日来临 他直接在家族群里炫耀我觉醒的水稀异能 亲戚投奔我家 他拿出我妈囤了很久的粮食 招待三姑六叔 食物不够厚 他让我妈 我弟弟轮流出去找吃的 觅食途中 弟弟和妈妈都被丧尸咬死 我彻底疯狂大骂他 他却依旧不知悔改 可是爸爸答应过亲戚们 会带着他们安全度过末日 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为了他的面子 我们全家丧了命 再睁眼 又回到末日降临当天 我爸在家族群吹牛的时候 我冷冷一笑 这一次 自己的面子要自己争哦 老张 你糊涂啊 小玉都说了 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 你 你居然还发在家族群里 再次睁开眼 就看见我妈捂着胸口 一脸痛心疾首的样子 右手还颤颤巍巍的指向了我爸 我爸则不以为一地摊了摊手 举起手机反驳道 什么外人 我亲妹妹 小玉的亲姑姑是外人吗 这是家族群 小玉现在有了本领 那玩意叫啥来着 哦 对 亦能 那我不得让亲戚们知道知道 高兴高兴 这熟悉的场景 让我意识到我重生了 今天是末日的开端 上一世也是这样 末日爆发前 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暴雨 起初人们觉得 这不过是小小的异常天气 毕竟在21世纪 几十年难以遇的冻雨 新冠疫情 各种天灾人祸都层出不穷 没有人会关注这小小的暴雨 但没有一个人会知道 这场暴雨 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末日预警 也是因为这场暴雨 我一向不生病的人得了重感冒 在床上迷迷糊糊的躺了一星期 醒来才发现 自己莫名拥有了控制水的能力 紧接着 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 有关末日丧失的消息和视频 再联想到自己经常刷到的末日小说 心里了然 我这是拥有了异能 我连忙将这件事告诉了爸妈 让他们赶紧做好准备 并且不要外传 末日是全球性危机 世界将会一片混乱 整个社会体系也会遭到崩塌 在没有成长到拥有足够的实力前 平白无故地暴露自己拥有异能 只会徒增危险 但我没有想到 我前脚刚叮嘱爸妈 不要到处乱说 并且要做好对抗末日的准备 后脚我爸就将这件 事发到了家族群里 相亲相爱一家人 37 爸 专家预言 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但好在小玉已经拥有了异能 多年的辛苦培养 总算有了希望 微笑 爸 上天保佑我张家 小姑 哥 这是真的假的 小姑 现在到处都人心惶惶 既然小玉有了异能 那我干脆收拾收拾 搬来你家吧 反正你家房子也大 爸 可以的 表舅妈 张老弟 俊杰他在江城上大学 我一个人在家也害怕 不如我也搬来你家吧 亲戚之间也互相有个照应 爸 行啊 都是一家人 不用这么客气 六爷爷 那我也 爸 没问题 最后 一些离我们家境的亲戚 都快速地收拾好了行李 赶在丧失的彻底爆发前 住进了我家 对此 我和我妈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之前长时间的暴雨 我妈有意识地囤了不少食物 虽然种亲戚来的时候 也带了不少物资 但那些远远不够 最后 这些囤积的食物 一大半全未到了 那些亲戚们的嘴里 而我 身怀异能 所拥有的本领 本可以保我们一家无忧 但最后 我却成了亲戚们压榨的工具 由于我绑定的是水异能 末日后断水断电 都是常态 我每天能支出的水 虽然够维持日常所需 但亲戚们却好似 丝毫没有意识到 水资源的紧缺 小姑必须一天洗一次澡 一次就要一桶水 我耐着性子 劝导她节约水 她却直接喊来了我爸 小玉怎么回事 我不过是想洗个澡 她连这个都不让 我看她这个异能 也没有什么用 我爸连问都不问 直接黑着脸 让我取水给小姑用 自从末日后 一大家子亲戚 都围着我爸厄谕奉承 她以前不过一个小职员 公司里的兽气包 哪体会过全力的感觉啊 我叹了口气 不得不每天多出去两个小时 尽量多杀点丧尸 提升自己的异能 我妈则被迫担当起了保姆的责任 照顾着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 绞尽脑汁地将食物利用得最大化 但仅靠我一人 是不足以养活十几个人了 最后 表舅妈为了挤占食物的份额 将年仅五岁的弟弟丢出了家门 我妈陷入绝望 不顾危险出去寻找弟弟 也变成了丧尸 等我再次回到家时 面对的就是心虚的我爸 反反复复跟我念叨着 家和万事兴 素芳和小虎已经回不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逼剩下的亲人出去送死呢 况且爸爸已经答应过大家了 会让他们活下去的 小玉啊 如果你能努力一点 多找回一点食物 说不定你就妈也不会个昏了头 对你弟弟做蠢事了 我看着我爸有意无意 将罪错怪到我身上的样子 苦涩瞬间蔓延至心底 好似有顿气 一下一下地砸在我身上 闷堵 但又不至于死 我真的很想问问他 家和万事兴 但你为了那些吸血虫一般的亲戚 牺牲了我妈和弟弟 小家不也是家吗 我最后再看了他们一眼 爸爸苦口婆心地劝我 多努力找物资 他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小姑一家叫嚷着 让我取水来给他们 表舅妈躲闪我的目光 他有些愧疚 但嘴角挂起了淡淡的笑容 他能多吃一口饭了 六爷爷拄着拐杖 叹息得摇摇头 好像在说家门不幸 没有一个人惋惜我妈和弟弟的死亡 我绝望地笑了 然后出了门 一无反顾地扑进了丧尸巢中 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看到了一股刺眼的白光 再次睁开眼时 我发现自己重生回到了末日的开端 这一世 妈妈 弟弟都活得好好的 一切都有机会 我妈也在家族群里 看到了我爸发的那些话 焦急的眼泪在眼眶里只打转 你把他们都叫来我们家 可我们家就只有一间客房 食物也不多 小虎现在还在长身体 我爸不深在意 让小虎跟我们睡 小玉在我们房间里打地铺 这两间房不就有了 至于食物 省一省不就行了 素方 我现在才发现 你怎么那么自私呢 都是一家人 你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好不好 我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默默地擦着眼角的泪水 下一秒 我们家的门铃就响了起来 叽叽喳喳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我爸面色一喜 连忙开了门 只见我小姑 小姑父 以及我十岁的表弟 表舅妈 六爷爷和六奶奶 全都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门口 见我爸开了门 也不客套 直接将东西搬进了客厅 老张 我们恰巧遇上 就一起来了 你也不知道去接接我们 这可真是累死人了 表舅妈斥责了我爸一句 连忙坐在了客厅上 给自己倒了杯茶 瞬间下肚 小姑手上收拾着东西 心里倒还是怀疑的 真的世界末日了吗 那些网上传的视频 不会是的吧 我爸有些不高兴了 还没解释 就听见楼下传来一声吼叫 我心里暗道不好 连忙将门关上 重生并没有给我多少准备的时间 丧失蔓延的速度 看起来比前世还要快一些 小姑吓了一跳 快步走到阳台 透过玻璃朝下面看去 我们家在八楼 不高不低 只见一个灰绿色的丧尸 正摇摇晃晃的 朝着一个刚准备回家的人走去 他行动速度不快 但那人似乎被吓猛了 只带愣着看着朝自己走来的怪物 裤裆湿了一片 丧尸顺着食物的气息 将他抓起 开始吞食 那声吼叫 就是他吃饱喝足 发出的愉悦声 小姑吓得连忙后退几步 其他亲戚的脸色也不好看 小虎的好奇心也起来了 想到阳台边去 我拉住了他 捂住了他的眼睛 小虎 这是脏东西 咱不看 乖 小虎撇了撇嘴 但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吧 我是乖孩子 我听姐姐的话 我揉了揉小虎的头 鼻子忍不住酸了 多好的孩子啊 表兄妈怎么忍心 我爸也看见了丧尸 不免有些洋洋得意 我都说了吧 世界末日真的来了 小姑咽了咽唾沫 紧接着 手机发来紧急短信 街道上也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一切的一切都在预示着 这不是玩笑 人类真的陷入了全球性危机 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小姑很慌 将表弟搂在怀里 我爸微微一笑 自信道 没事的 小虎已经觉醒了异能 就是电视上演的超能力 有他在 我们还怕什么 他推了推我 将我推到众人面前 小虎 我们大家都靠你了 你可得保护好我们啊 我爸郑重其事地说道 其他亲戚此时此刻也都看向了我 我冷笑 又是一套道德绑架 可以 不过先交点保护费吧 这一次 还没等我爸发话 六爷爷就忍不住了 小虎啊 你也是 我们看着长大的 是一个乖孩子 怎么现在就开口闭口 问我们要钱了呢 他吹胡子瞪眼 很是不满 我可没说要钱 在末日 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曾经的百万钞票 甚至都换不来一小块面包 那你要什么 小姑问出了声 当然是食物啊 你们来到我家 还想白吃白喝不成 我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交什么保护费 都是亲戚 你反正都觉醒了一能 顺带保护一下 有什么不行 我爸瞪了我一眼 又看了看我妈 你看你交的好女儿 我爸说着 就要一巴掌拍到我妈脸上 但没有一个人出言制止 你敢动手试试 今天我就把话放这了 要想住在我家 就得交食物 否则 出门又转 慢走不送 爸 你也一样 这房子可是我妈的嫁妆 你要真硬气 就带着你的好亲戚们滚出去 我将我妈护制身后 冷着脸看向众人 见我来真的 大伙没了办法 只得将一部分食物 交到我手里 在拿到食物后 我拉着我妈还有小虎 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 心念一动 我便将食物 全部放进了空间中 前世的我的确只有一个水异能 并且还不是很强 重生后 我便感受到 体内多出了一道存在 细细感受下 才发现 是上一辈子异能者 最渴望的空间异能 我狂喜 毕竟我爸包括亲戚他们 只知道我有水异能 而多出的这道异能 就是我最大的保障 也是底牌 他们住进来 已是既定事实 我不会赶他们走 被丧尸啃食而亡 对上辈子他们所做的来说 可以说上是恩赐 我要让他们 包括我爸 都付出应有的代价 妈 我们家还有多少食物 我妈虽然不知道 我跟这些做什么 但还是如实告诉了我 十代米面 还有一些熏腊肉 几小袋土豆 一些放在冰箱里的冻食 几桶油 不多的调料 后来因为暴雨 我妈又囤了五袋大米 这些东西省点吃 也是够一段时间的 最令我兴奋的是 我妈还有不少菜种 是外婆前阵子才寄过来的 我所拥有的空间 不是一个 只能存放物资的随身空间 里面有一汪泉水 五亩粮田 一间小木屋 除开粮田外 可以储存物资的地方并不大 只有大约一个足球场的地方 相比较小说中的无限空间 这显然不适合囤货 但末日已然发生 我也无法囤货 现在有了菜种 以后供过着 也可以自己自足了 我让我妈将食物留下十分之一 剩下的都交油给我 再加上刚刚他们几人上 交了一些食物和干货 我全都放进了空间 次日 我带着小虎正睡的正香 就听见厨房 传来吵闹声 虽然很不情愿 将小虎的房间让出来 但我更不愿意 让小虎一个人睡 我刚亲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 就看见表舅妈正使唤着 我妈去做饭给他们吃 记住啊 我不太喜欢吃重口的 味精酱油都少放点 表舅妈说完 小姑也准备 将自己的口味爆上去 我走了过去 拦住了 我妈正准备切菜的手 妈 别管他们 说的可能不太清楚 你们教的食物只是房租 至于想要吃饭 就自己做 当然 食物也是自己出 表舅妈不乐意了 插着腰直接开枪 凭啥呀 张玉 我好歹也是你表舅妈 辈子也比你妈大 你妈就那么金贵 连顿饭都做不了 昨天我们教的食物 都喂给了狗 我随手一抬 表舅妈脚底慢慢结了冰块 然后蔓延着了膝盖 将它动得不能动弹 至于嘴巴 也早就对我封住了 虽然我爸已经告诉过他们 我拥有了水益能 第一次见 这招杀鸡紧猴 很好使 现在 还有意义吗 众人不敢说话 连忙摇头 我让我妈做了点清淡的 当早饭 但也仅此一天 之后我们要省着食物 一天三顿 改为一天两顿 至于其他人 随便 在我妈用完厨房后 小姑紧赶着进去了 从刚才 表弟就一直叫嚷着 要吃肉 表弟今年不过十岁 看起来却已经有了150斤 活活一个小胖子 小姑和小姑父溺爱他 要啥都给 更别提吃肉这种要求了 当中拿出了一块干腊肉 就要爆炒 我连忙拦下了他 停 现在虽然是末日初 大家都仍有余粮 但谁都不知道 以后会发生什么 炒腊肉的味道太香了 不好说会不会因此 给我们家招来麻烦 关闭门窗 开油烟机 等一下你就回房吃吧 今天是最后一次 以后这种食物 统统不准爆炒 我给他们立下了规矩 末日时代 一切秩序崩坏 但我相信我的国家 无形的疫情都能掌控 更别提这种有形的丧失了 我们需要的 在这段时间内 我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 提升实力 不过为了更好地 让他们认识到世界的变化 我当即挑选了两人 跟随我一同出去寻找物资 对象就是小姑父和表舅妈 当然 其他人也会轮着来 谁也别想像上辈子一样 躺在家中当祖宗 毕竟还是末日的开端 大家家中仍有余粮 还没有被逼及 所以出来的人不多 或许是重生的原因 有了前世的记忆 这一世 我对异能的使用 更得心应手 短短几天 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天 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红色 街道上空无一人 只有几只丧尸慢悠悠地走着 寻找着人类的气息 小姑父和表舅妈 一人拿一把菜刀 在我的鼓励下 他们成功杀死了一只丧尸 此时的丧尸还只有出击 简单无脑 杀死他们 我可以说是像砍西瓜一样简单 在搜刮物资时 我也是避着他们 将不少好东西都传进了空间 后面的一个星期 我如法炮制 将所有的人都带出去实践了一遍 确保他们有自保能力 也是这样 他们才对我的异能之强大 有了实感 大家逐渐安分手挤了下来 半个月后 我们能找到物资也不多了 毕竟除了我们 也有少数人选择出来搏一搏 家里的食物越来越紧缺 亲戚们一开始还能做到一天两顿 但逐渐是一天一顿也不够吃了 表弟好不容易养得一身雕 也没能撑住几天 当然 食物不够吃的 只有他们和我爸 我和我妈还有小虎 每天喝着空间里的水 吃着种出来水嫩的蔬菜 活得好不快活 一开始 小姑还想让我用水异能 给她接点水洗澡 但后来 我每天给她的那些份额 都不够他们一家喝的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小姑的洁癖 从那之后也好了 但最近表舅妈的行为 却有些不对劲 我表舅死得早 表舅妈一人抚养着表哥长大 虽然累 但好在表舅留下的财产不少 表哥后来考上了大学 日子也有了盼头 这天 表舅妈扭捏地找到了我 小玉 你是有大出息的人 表舅妈攥着手指 一脸讨好般地看向我 丝毫没有刚搬进来 那股桀骜不逊的样子 有话就说 我毫不留情地打断了她 俊杰她 她断粮了 表舅妈语气瞬间哽咽 下一秒就落下了泪水 她在宿舍里住着 也不敢出去 能吃的都吃了 小玉 就当舅妈求你了好不好 你去江城救救你表哥吧 虽然我们已经断水了 但其实信号还没有断 看来是表哥联系上了表舅妈 她说着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我冷漠地摇了摇头 我不救 我爸听了 风声赶紧从房间走了出来 见到表舅妈跪在地上 连忙将她扶了起来 张玉 你这是干什么 你表舅妈也是担心你表哥 你帮一下忙怎么了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我抬眸 爸 你知道她在哪读书吗 江城 距离我们这一千公里 我怎么救 我们自己都没得吃了你 不是不知道 你现在让我拿着食物去救她 一路上的危险你承担吗 她的命是命 我的命在你眼里不是命 我爸愣了愣 连忙摆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再说你不是有意能吗 她小声嘟囔着 我妈却红了眼眶 一巴掌扇到了我爸脸上 嫁给我爸后 温柔了一辈子的我妈 今天爆发了 张力 我真是看错你了 就因为你闺女厉害 你闺女有意能 就活该送死 我爸从没见我妈这样 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我看透了她的小心思 我自己的亲弟弟 都记一顿保一顿的 我凭什么冒着生命危险 给一个八竿子 打不着关系的表哥送食物 况且 这些天 我不是没有交给你们 对付丧尸的能力 真那么着急 自己去救啊 舅妈没再说什么 抹了抹眼泪 只是 那怨毒的眼神 还是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想到前世 差不多也是这么时候 舅妈为了挤占 弟弟的食物份额 亲手将弟弟丢出了门外 果然不出我所料 晚上 舅妈将自己珍藏着的 一瓶牛奶 热了端到我房间 小玉 都怪舅妈 白天没有考虑到你 舅妈给你赔罪了 她装作一副 知道错了的样子 将牛奶塞到了我怀里 这是舅妈的心意 你就原谅了舅妈吧 她看着我一眼而下 满意地走出了房间 我笑了 我的水益能 可以分解液体 她以为她下的安眠药 被我乖乖喝进去了 实际却根本没有到我体内 我现在就等了午夜 将她抓了人赃并获 静静等待 大概凌晨一点时 表舅妈轻悄悄地 溜进了我的房间 我看着她将熟睡的小虎 抱了起来 然后估摸着 快要走到门口时 我直接来到客厅 打开了所有的灯 表舅妈 你要抱着小虎去哪呀 因为丧失日夜吼叫的原因 大家的叫都比较轻 听到动静 都赶忙来到客厅 我爸看见表舅妈这么晚了 抱着小虎 不明所以 我也干脆懒得陪她完了 直接点破 你不会想的是 把小虎丢出去喂丧尸 就能有多余的食物 就你儿子吧 想都别想 表舅妈慌了神 手足无措地看向我 你怎么在这 牛奶你不是都喝了吗 我笑得人畜无害 要不然说你蠢呢 牛奶的主要成分 不就是水吗 你拿这个害我一个 拥有水艺能的人 是不是太瞧不起了我一点 我妈听见我的话 一阵后怕 赶紧从舅妈手中 将小虎抱了过来 我看着熟睡的小虎 想到前世 小虎被表舅妈残忍丢出门后 我曾经出去找过 那时候 小虎已经一变成了丧尸 他的一只脚 好像被啃咬了 小小一个灰绿色的身子 眼神空洞 脸上都是血迹 但还是抱着怀里的那只玩偶 在街道上孤零零地爬行 那只玩偶 是我送给小虎五岁的生日礼物 他当时看到我后 沉寂的眸子好似亮了一下 随即快速向我爬来 我不确定 是因为我身上人类的味道 还是因为 他想我这个姐姐了 但即便是后者 我也只能忍痛取出 小虎脑中的惊合 我一遍一遍地安慰自己 丧尸是没有人性的 如果不杀掉丧尸 将会有更多的人变异 这个世界 已经不能再乱了 我吐出一口浊气 现在的我已经重生了 小虎还好好的 一切都没事 我抓了两块面包 塞到表舅妈手中 冷漠道 既然你这么担心表哥 就自己去救他吧 我爸见我 似乎是真的不留情面 有些慌了 小玉 不能这样 她是你表舅妈呀 你怎么能让你表舅妈出去送死呢 我指了指小虎 可是他刚刚要害你的儿子 你的亲生儿子 我爸气势弱了下来 但还是哽着脖子说道 可 可你弟弟不是没事吗 你表舅妈可能 是因为太担心你表哥了 糊涂了才对小虎下手的 现在小虎也没什么事 你表舅妈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 人无语道极致 是真的会笑 我妈听见我爸的一番话 彻底对这个丈夫 孩子的爸爸失望透顶 我也不明白 这些亲戚平常不来 来也是打打秋风 难道就是因为这阵子的殷勤 我爸就对他们有了感情 爸 我看你才是老糊涂了 我抿了抿唇 一只手拎着我爸 直接带他走出了家门 虽然小区的丧尸 已经被我们清理得差不多了 但还是有一部分的 黑漆漆的夜晚 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被云雾掩盖 这个世界 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丧尸在低吼 对我们俩人蠢蠢欲动 冷血 空洞 只有对食物最原始的渴望 爸 如果我真的因为那杯牛奶睡着了 那么小虎现在就已经被丧尸咬死了 小虎是你的亲生儿子 他才五岁 你不是说小虎没什么事吗 那不然 现在我让你出去被丧尸咬两口 看你有没有事 我爸再也说不出句话了 虽然这些天 他在家里听说了 丧尸如何恐怖 如何恐怖 但总归没有近距离接触 现在一见 GP疙瘩都起来了 我回了家 将表舅妈的行李都收拾好 然后送他出了家门 这一次 没有一个人反对 我爸也沉默地低下了头 但是我没想到 表舅妈这件事 只是一时的 末日已经爆发了接近两个月 虽然政府派了几次直升飞机 来为我们送食物 但只是微乎其微 听说他们建立了安全基地 如果实在没了希望 可以拼一拼 前去最近的安全基地 看能不能寻求帮助 小区里的其他人家 就算再有鱼粮 也都吃得差不多了 六爷爷就用了一桶泡面 换取了一块价值20万的黄金 从这件事后 他的心思就活络了 老一辈的人 什么是没见过 六爷爷他相信 这末日也只是一时的 而黄金才是硬烹火 如果他现在能趁机 多囤一点黄金 那么末日恢复后的世界 他的儿孙们 就再也不用卫生机发愁了 他想的倒是很好 丝毫没有考虑过 自己的食物 自己都不够吃 怎么有多余的拿出来换呢 他更没有想到 自己大方拿出一桶泡面的举动 会让我们所有人都被盯上 当门口传来 砰砰砰的杂门声时 小姑一家都吓坏了 他们怀抱在一起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段时间 他们都安分手挤 也没有和我起什么冲突 出去找物资时 也避着人 到底为什么会被盯上了 喂 里面的人都将食物 通通交出来吧 前阵子你们这个老头 一下子就拿出了一桶泡面 可真是大方呢 有那么多余粮 别私藏了 只要你愿意 把所有的食物都交出来 我保证不会伤你们 另一个猥琐的声音响起 我们保证不杀 但没有保证 不做点别的什么吗 老大的声音随之传来 别碗死了 其他我不管 小姑和我妈的 脸红一阵白一阵 他们知道 前阵子有不少女人 为了得到一口吃的 甘愿成为他们的女人 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事会发生到自己身上 而听到他们的话 好像是因为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 看向了六爷爷 你的命很大吗 就这么喜欢黄金 我走到六爷爷面前 直勾勾地看向他 门口的砸门声越来越大 一下一下的 好似砸在心里 六爷爷终于知道怕了 我 我没想那么多 我没有说话 直接叫门打开 带头的黄毛 看见是一个女的 不怀好意的笑容盯着我 小妞 姿色不错 一瓶矿泉水 陪我一晚上 如何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手一抬 她整个人的脑袋 都被冻成冰了 其余几人健壮 纷纷对我出手 其中一个也是异能者 不过是被我克制的火异能 等级也在我之下 我可以说是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他们制服 不过 为了以绝后患 我没有留下一条人命 解决所有后 我妈才松了一口气 连忙过来问我 有没有受伤 六爷爷也一阵后怕 我依旧是冷着脸 看来这些日子 我说的话 你们是完全没有放到心上 安全基地 此时也应该出去规模了 没有必要再待在这里了 你们给的那些食物 换两个月 性命无忧 也已经够了 我爸心里一咯噔 看向我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做死 那也不要拖累我 我抱起小虎 抓起我妈的手 就要夺门而出 我爸慌了 小玉 你要去哪 我们一家都在这 你要带着你妈去哪 即便是现在 她对那些人的称呼 也是一家 家和万事兴 我们一家人待在一起 才能好好在末日生存 小玉 你不要冲动行事 你不是说好了 要保护他们的吗 我不屑冷笑 我从来没有说过 而且爸 你真的没意识到吗 你们 不是我的家人 而是累赘 我爸却还以为是六爷爷的问题 连忙拉着他的手 过来跟我道歉 你六爷爷贪财你是知道的 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而且我保证 你六爷爷以后会改 再说了 小玉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你绝对有办法保护好我们的 我爸求着我不要离开 说着张家那些亲戚对我的好 小时候抱过我 给我塞过糖吃 此时都变成了要挟我的证据 不过 都末日了 我还有什么道德 爸 你一直说他们是亲戚 是家人 你真的觉得 他们把你当家人吗 我叹了口气 一能者可以带三名亲人 进去安全基地 除开我妈 小虎外 我还可以再带一人 爸 如果他们认得你的好 认得我和妈的好 一定会让你 和我们一起去安全基地的吧 但是他们 会吗 小姑一家听到我说的话后 着急开口 哥 你已经半截身子入土了 但我们家阿明才十岁 哥 求你了 就让我们阿明 跟着小虞走吧 小姑父没说什么 这些天来 他相信他一个大男人 就算没有异能 也可以在末日子饱了 小姑看见爸爸不说话 急了 哥 你不是说 有你一口肉吃 就有我们一口汤喝吗 我们现在只是想让阿明 去安全基地 又不是让你去死 你为什么不愿意啊 哥 其实六爷爷六奶娘也想去 不过他们已经老了 也不好意思开口和一个小孩子争 小姑摇着爸的手晃得厉害 但爸没有说话 他想和我们一起去安全基地 但他默不开面子 我耸了耸肩 别争了 逗你们玩的 我一个人都不会带 妈 小虎 走吧 结合上一世纪来看 我这一能可以说是强大到离谱 就算到了末日后期 也几乎没有异能者可以打败我 最重要的是 我还有一个空间异能 所以进入安全基地很顺利 我被分派成了一个15人的异能小队的队长 安全基地的基本措施已经完善 小虎被放到托管所 我妈则应聘了托管所的老师 顺带着可以照顾小虎 结婚后便成为家庭主妇的她 现在也是被体面的喊一声王老师的人了 我妈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小虎也在安全长大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 我因为出色的能力只为一生再生 也初探到了安全基地的阴谋 某天 我刚处理了一只急丧尸 正准备回去的路上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是我爸 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这个安全基地的 但看得出来他吃了很多苦头 一直以来被我妈照顾得好好的 衣服 头发 可以说是体面又干净 也几乎没有干过什么重活 现在的我爸 更像一个流浪汉 头发乱糟糟的 和泥巴混成一团 遮挡住了浮肿的眉眼 身上更是没两块好肉 一不避体 我走到他面前 他连忙跪下 小姐 需要苦力吗 只需要半个面包一天 很便宜的 他卖力地推销着自己 我没有说话 我爸感受到了不对劲 抬头看向了我 嘴巴聂诺 小玉 是你吗 他眼眶红了 一滴青泪流了出来 小玉 爸爸错了 爸爸已经和他们断绝了关系 原谅爸爸好吗 他叙叙叨叨地说着 这一路上来他吃得苦 但好在 总算找到了我 我表情冷淡 揭穿了他的遮羞布 是真的断绝了关系 还是因为你没有了利用价值 被他们抛弃了 我爸愣了愣 羞红了脸 爸 家和外事兴啊 你怎么能和他们断绝关系呢 我拿着他以前常说的一套 回了回去 吃了很多苦对吧 那你当初是怎么忍心 让我冒着生命危险 去江城就表哥 是怎么忍心 原谅要谋害 你亲儿子的表舅妈 又是怎么忍心 护在六爷爷面前 哪怕他可能会给我们 带来灭顶之灾 爸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们 我一句话一句话地说着 我爸额头上渐渐冒出了冷汗 紧攥着我衣领的手 也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 我走得干脆利落 没有回头看我爸一眼 毕竟小伙还等着我 给他买糖吃呢 基地分为两个派别 复兴派和末日派 复兴派想将丧尸灭绝 让世界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而末日派觉得丧尸爆发 就是老天爷给的惩罚 他们想要在末日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以实力为主的世界 平权透说话 末日派想要实现这个愿望 就必须要拉拢我这个 在异能者中颇有威望的队长 但我拒绝了他们 并加入了复兴派 以实力为主的世界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安全基地表面上看起来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 复兴派要想恢复 就必须制造出 能够彻底灭绝丧尸的药剂 我将空间里的泉水 给了他们一部分 这泉水喝了之后 能强身健体 甚至可以滋养异能 说不定会对丧尸 有什么克制作用 空间异能这件事 我只告诉了复兴派的几个高层 其他人都瞒得死死的 但凡让末日派的人知道 他们绝对会大作文章 但我没想到他们还是知道了 并且知道的缘由是如此荒谬 我看着好久不见的小姑一家 他们慌慌张张的不敢跟我对视 只是反复地朝末日派的人确认 你们真的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并且收留我们对吧 小姑知道 空间异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并且极其稀有 她想到我离开安全基地时 带的东西并不多 而且他们这一路上 抛弃我爸来到安全基地 也是大费周章 所以便怀疑我可能有空间异能 但没想到 他们误打误撞 倒是给了末日派做文章的好机会 我被抓了起来 小姑一家则在安全基地 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 小姑父也被许诺了一个工作 凭我的能力 其实可以逃出去 但我妈还有小虎都被他们抓住了 我不敢赌 我现在只希望 复兴派能够赶快研制出药剂 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我听到了一声欢呼 紧接着是千万声欢呼 甚至还有火异能者 用自己的异能放鞭炮的声音 我默默地流下来眼泪 末日 总该结束了 药剂研发出后 复兴派的人第一时间投入使用 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笼罩在无数人身上的丧失阴影 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复兴派的管理人 将我从地牢里放了出来 不顾身份 跟我握手 张玉女士 感谢你提供的泉水样本 不负所托 我们成功了 人类成功了 在清除末日派余孽的同时 小姑一家也被关了起来 我们的生活逐渐回到了正轨 虽然经历了这一全球性浩劫 我们剩下的人口 也不足八千万人 但只有有人类 就是有希望的 我妈找回了曾经对生活的热爱 小虎也渐渐康康地成长 我爸却被抓进了监狱 听说他假意去看望 在牢里的小姑一家 却私藏了武器 杀死了他们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做 良心觉醒 但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是事实 警察上门告诉我 我爸想要见我 他说他杀了小姑一家六爷六奶奶 也早就死在了前往安全基地的路上 小姑一家该死 他们不该举报我的 他向我们赎罪了 问我能不能原谅他 我有些恍惚 想起了上一世的自己 小虎被丢出家门 妈妈也受不了冲击 去寻找小虎的时候 也被感染成了丧尸 我被一大家子奴役到了最后一刻 我爸嘴里却还在念叨着 他们都是亲戚是你的家人 家和万事兴 你不能这样对待他们啊 我想 上辈子的我原谅不了他 这辈子当然也没有资格 最后 我托警察给我爸带了句话 没有你 我却有了真正的家 我却有了真正的家庭